用话 用手 就是要用话 用麦克 哦麦克 就在这里 需要赏聊还有气的同学 可以少说的 太好觉 人家在离场之前 需要在扫描里 谢谢大家 那我可以开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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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些方向上大家可以看出来了 施定文教授在东亚里面上的照应是很深的 他最近刚刚完成了以利温的凝聚 连相办的英文翻译的注释工作 去年2022年刚刚出版 我是建议同学们等他讲座做完以后 你们可以问问他为什么选择以利温的如相办 我相信你会不会得到非常有趣的答案 我先简单的介绍这些 先让我们热烈欢迎施定文教授 为我们做个精彩的讲座 谢谢徐教授 应该拖开什么 终于会早一点 谢谢徐老师 徐教授 谢谢大家来给我捧场 你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岭南大学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 和中文系的邀请 尤其是蔡同琪 徐刚 汪春红 龚浩敏 诸位教授们 还有黄玉老师和诸位同学们 包括职位在内 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今天晚上还有 网上还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就是所谓的一切崩片的刘建辉教授 给我做评论 我非常感激 刘教授在中日文化交流史 这个领导文 我非常期待他给我指点指点 也很期待诸位老师和诸位学生们都给我提建议 新界的湖地村 不止这个名字有趣 好听 而且好像这边的风水也还不错 临近有一条屯门河 你们诸位学生知道 东西两边都有小山 我们诸位学生的中文化 这个是观众的 但是首先应该有多地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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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雅 而且修炼 试车马 喧哗之中的小小的一块绿洲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另外一个大都市内的一块绿洲 那就是日本京都的东边的地区 东边地区就是所谓的东山一带 可能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东西 庙宇 就是所谓的Solar Pavilion 而这个地方也是人才慧翠的地方 是鼎鼎大名的京都大学的文理学院 也位于东山北边左近区的吉田丁中 你们可能去过日本都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悠西达 悠西达说 学校正门的南边有一座古墙 王室的关系长达八百多年 而且除了佛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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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铺也是很受欢迎的 我从前就住在这座庙宇的隔壁 不止文化气息很浓厚 而且甜点的香味扑鼻而来 是一个周夜都避开不了的诱惑 而比我早一百多年的住在生活院门外 那就是诗文大家的中导宗颖先生 中导宗颖先生 中导宗颖先生在少壮年搬了好几次家 但是最后二三十年间定居于圣洞院附近 他在家里的院子种了他最喜爱的棕榈树 因此徐浩宗颖表示他隐居在棕榈之中 这是绿洲之中的 或者琼琼导吧 谢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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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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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次讲话的标题上 引用了他的第17首中的结局 请尽微 我看 这个回不去 要上去 对 对 这个典故我想不用给主位解释 宗颖先生把自己跟近代的谢安 联想起来 一个是快级的东山中的影视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京都东山的居室 两个都逃开了城市的雷线 和女半门在歌在舞 过的是及时行乐的生活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 我想你们应该应该知道 赤说行乐里面的谢安 是不是 对 都知道了 而宗颖先生的境遇自然 不像谢安 那么的复杂 他始终是在文艺界中活跃 而没有资格去参政 而没有资格去参政 用西安这个事 是或许是稍微夸张 不过 他就是要世俗 划心界限 表示他是属于风流倜傥之行列之中的一员 不肯 也不可能出山 若是您对这个题目不熟悉 可能您的机会可能并不多吧 是不是 不多 好 所以可能你们到网上去查了一下 中岛宗颖的事 发现了他在日本文学 就是知名度不是很高 除了江湖文学研究的专家们之外 没说过 一般读者多大的注目 尤其是他读相 有算不算就是一些独村 或者是田野村竹田 他们留下了不朽的绘画 或者像赖山羊就是赖山友 他除了诗歌绘画之外 又写了著名的史学杰作日本外史 包括文人查到创始人高游外 也叫做麦查翁 白萨沃 他们这些比较有名的人 而且还有万福寺 万福寺是京都郊区的很有名的佛庙 是清朝初年的一个僧人到京都 从福建到京都去建立这个庙 他们这些人都一直受学术界的 甚至一般人的 很多人对他们有兴趣 而且有研究 而宗颖好像没有这样的幸运 运气 他隐隐约约的偶尔在研究中露面 但是针对他的专注不是很多 原因应该不是单一的 但是由于宗颖的河文跟河歌 就是 有些就是 或者是其他同辈的 像 就是小林一查 他们那么高 就是他同辈的人 而且在当今日本人一般不太重视 汉诗文的情况之下 可能有多少有点影响 还有一点 就是他的这种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但是他的确是风流替躺的姿态 甚至他有一些作品 从镜像于颓废 而被当时的人所排斥 这些原因最后可能使得他的形象 在明治维新 就是十八十到十九世纪末 渐渐的消失殆尽 那么 这么一个从历史上被埋没的人 和他的作品 在日本国内就罢了 还要把它挖掘出来 让国外的读者了解他 让国外的读者了解他 来评评吗 他的确是著名的日本汉文研究专家 他们如摩利森一 就是森行医 或者瑞野龙夫 就是日诺达作 日诺达作 日诺达作 也是我的老师 就是从前的 在京都大学的老师 他们都对他的评价很高 而且 可能为了深入了解 日本十九世纪文人化 那就是南化 这个非常灿烂的美术史 这个非常灿烂的美术史 读棕营的作品 有一定的意义 而我之所以 注重这位文学家 其实是别有用心的 那就是我想重新思考 中岛棕履 中岛棕履 是不是能够把他 从在日本文学史中的地位抽把出来 把他放到更为广阔的东亚文化 或者文学史上来研习他的作品 说的稍微具体一点 我们看他采用汉诗文这个媒体的用意和写法 是否与同时代的中国或者韩国甚至韩国文学 是不是有并行 或者是平行的关系 就是说 把中岛棕营的写作 包括和文 和汉文 汉诗语 都放到中亚文化圈内 抒情文学历史上 来了解他 是否能够让我们更深一步的了解 东亚这个广大的范围之内的所谓 就是抒情文学 在近现代发挥了如何的潜能 是否达到了新的境界 因为向来 日本学术界对汉诗文的研究 比较少是采用跨国界的视角 来看待所国时期的文学家 我想你们都知道 索国的时代是什么时候 有朋友有学生同学知道吗 这个索国的情况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在日本 有人知道吗 索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结束的 对 江户时代的 几乎是开头 1639年 成37年到39年 直到1854年 200多年 这个时期 就是日本是索国 不让外国人进来 所以 日本的 搞这方面的研究 比较少是采用跨国界的视角来看待 索国时期的文学家 我们若能够跨越单一民族 或者是国家的 单一国家的考察策略 在中日之间 或许可以从几个国家之间的一同 能够达到更加完整 或者是广阔的了解 所以我是探讨 曾尹先生的引勇生涯 可以说是把他所表现的写作风格 与题材 那就是把抒情文学 当作传达资讯的工具 我后来再解释这方面 跟当时中国的同一个类型的文学作品 进行对比 在这方面 刘建惠先生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 而且刘先生是把东亚诸国之间的 关于中国的构通问题的根源与演变 拿来讨论政治跟文化在国际关系上有如何的影响 而且到彼此之间 这几个国家的关系举与的问题 他看待这些问题 他的研究是意义非常大的 所以我很期待刘先生给我建议 待会儿 首先 我应该承认 我之所以为 就成为宗颖先生的粉丝 粉丝 不完全是被他的文学风格所吸引的 而是我从他的作品中 窥烫的他是 处有不只是风流倜傥的一面 而且是有点孤僻的信心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有点同病相连的 或者是可能是航瀉一气的感觉 而在这首 看 这首《永宗吕的诗歌》中 这首《永宗吕的诗歌》中 日本人跟中国人同样溺爱梅花 包括松竹梅 所谓的三友 在他们的绘画与诗歌中常常遇到 还有 还有芭蕉 山树 也有日本独特的植物爱好 像樱树 都知道桜 或者铜树 还有海藻 还有彼岸花 都可以代表日本人 日本文化的特性 中尹先生 偏颇于棕楼 似乎是他觉得很自豪 同时 也可能是他本性爱偷懒 对人家问长问短的客套话 很不耐喊 在晚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册 《京都撮尔山》 撮尔也就是萨格纳 媒体的诗集 就是这个撮尔小稿 而还远远的拖了一个长期客商 就是一个中国人 给他写了序文 这位刘世秋 特意也提到宗淫的这个爱好 如果他不止 没说是活生生的物像 而是他的职业在被 在月板下如鬼鬼发一样 显得宗淫先生不止孤僻 反而是好像是一种对他来讲是一种刺激 可能他如果是现在的人 他喜欢看那些horror films 可能那时候他已经过了七旬的年纪 天不怕鬼更是不怕了 也可以在他用的这几个绰号 比方说画饼去世英国的道是安穴道人 这些笔名也是笔名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故意不遵循世俗的苛究 尽量把正性八百的老考究们逗去 而他的这些逆行也不像渡边华山 就是有名的一个当时的画家 也是儒家就是沃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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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者 吴子就是Michael 还有Kabuki就是歌舞剧演员 或者其他娱乐行业的日常 这些行业在江湖初期 主要是集中在京都的导演区域 就是Shimabara那一带 离这个地区东山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在宗颖新少年的时候 这些行业从导演新移到东山一带 就是现在的奇远 我想你都听过这个名字就是Giyon 而到了19世纪 宗颖的作品 针对奇远的所谓六阶 各种各样的习俗 和周围的小商商商店商业 而其中的 亚东四十杂词表写的最详细 详细 别的作品也涉及到经过这些市民的生活 生业 现在的六阶就是这里 虽然保持着一定的古色古香的面貌 但是现在的京都已经不是宗颖先生讲的那么轰轰烈烈 或者是也是因为我去年在京都的时候 京都是被疫情的黑云做笼罩 而唯一比较热闹的地区是亚川的东岸 而不是亚川的东岸 而是西岸 这个地区 这个地方叫做 就是仙斗丁 是很有名的 一排一排的河坊 在那儿 生意去年也还不错 但总是不如 十九世纪的时候 这就是种下市民到河边去那里 他们叫绿子子民 这个情景是非常的热闹 这就是宗颖先生的时代 游先生游建卉先生的日文演 就是一几片的所长 金上先生就是诺瑞先生 在去年发过演 叫外国人研究员到齐恩 去寻找京都的所谓潇洒的街景 我当然是早就去看了 而外国人去看看齐恩 早在十八世纪 就已经有前例 这些荷兰人在二宣茶屋 就是尼根尖尔 这个老铺 观察切豆腐的手艺 在索国的时代 索国时代 这些洋鬼子反而也是周围的日本人所观察的对象 这双重的好奇心 也引起了福士会画师的兴趣 这家福士会反映齐人不仅是歌舞行业的中心 也是当时的饮食文化特别发达的 尼根家就是二宣茶屋的豆腐 别家的烹饭或者物品的品质 很高 必时有求 这些老铺现在还有很多 外食料理 在京都也是特别讲究的 近二三十年来 东山地区建了很多新的五星酒店 像Four Seasons 他们也是提供传统的料理 如果现在的旅客 不用坐在Tatami 就是地上的碟 Tatami上 不像那些18世纪的俄兰人 非常的辛苦 看到他们把脚伸出来 而且踏到地上去了 这在日本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我也是很有效的 很可笑的 我可能 现在听起来 好像是京都的导游 不过我提起这些细节 主要是因为 昨尹先生也是对于点石的题材 他感谢一位大夫 所谓的大夫就是一个 已经进的守护官 就是等于是哥德尔 过年的时候给他送来的寄鱼 寄鱼 在日本也不是中国人说的一种淡水鱼 这个是日本人特别爱吃的一种海鱼 肉很肥 而且又嫩又香 我其实意的很爱吃 他也跟京都知识分子应酬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这样的文人的想法 在他的这两句中有所表现 他同时也是跟当时的清楼 跟京都的五子关系密切 这首所谓的 Houda 就是端背 是一种短歌 或者Michael 他们到现在一直唱这首 而且认为就是宗鱼写的 可能也是因为这首歌的内容 跟他的《亚东四十杂词》是相近的 比如刚才说的 就是那个豆腐的点 还有东山上的景点 也在这里有所出现 这当然是日文的 而这首所谓的春秀 是写六阶的风景 是写六阶的风景 说的是从秀子中散发的花香 在新春是多么的 引起彼此之间的变形等等 这个题目也是在亚东词里 当然有所出现 是写六阶的歌词 也据说是宗鱼写的 他把孔子跟四叔 还有朴记都相提并论 即使不是他写的 但也是反映当时人对他 富有个性的这种 特别孤僻的 而且风流的个性的了解 他的不少作品 是带有这种对如雪 或者名叫不尽的言语 例如他的《黄狮》 《秋行》 那就是一种夹杂不少日文句 或是措辞的暗示 有的是描写他少年放荡不羁的语令 他甚至写了一本 一两本色情小说 内容是相当威胁的 甚至淫逸 当然没有像金兵的那么可怕 不过也是蛮威胁的 从这本叫做《春风帖》的开头 就可以窥见一斑 所以总的来讲 宗银先生是京都文人圈子中的 一个比较偏向于 不拘小节 不拘泥与眼角 甚至从正统思想 稍微脱节的意愿 虽然他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攻击 由于年轻的时候 行之不端 甚至欢迎无度的 而只好跑到江湖 就是Edo去 现在的TOKYO去躲避 躲开 在那一厢 敲居了十年之久 但是他还是跟当时的 主流文人追求自由表现 自我表现 当时的文风 不管是和歌或者是汉诗 对所谓的福诗中 就是Edo去乐 的这个题材 可以说是机会并不多 所以随着大陆的书本传进来 不少汉世人开始 是国防圆明清杭州西湖 或者南京秦淮河为题材的名著 这应该说是跟当日的日本国情 没有什么矛盾的 从18世纪初的文人画家 齐阳南凯就是蒂云南凯的 他叫江南歌 库南歌开始 文人采用主持词来描绘当地的民族风情 而到了19世纪初期的 初期他们这些作品 作伴是针对大本 江户等大都市的市井小 而其中青楼的歌迹 有其多 比方说这本 江户主持词的寻法 解释诗人小人历斋 他不写上层人的事情 写的是僧侣、妓女 或者别的戏民的日常 把西湖主持词拿来接见 甚至是用它作为一个南本 来写日本的这些大都市的生活 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诗歌风行 这种诗诗歌分离一时之际 宗女先生就开始把东山一带的年轻土足 用七言绝句来罗列成她的鸭东四十杂词 西湖就在她开头的第一手 留下了烙影 可见不只是杨铁牙的西湖主持词 而是西湖本身的美景 虽然日本人很少有机会到中国去看西湖那时候 应该是所多是时代 但是他们看到很多话 也看到很多诗 知道西湖的景色是 中国是算是第一个 第一好啊 是非常显赫 杨铁牙的诗集 总共说了一百二十位诗人的作品 跟宗宁先生的一百二十首恰恰相同 我们看这个西湖主持词里面的一首 章首中写的西湖主持词 虽然昨天是把鸭川的景色 说是日本的小西湖 但是其实她的 我们的风格稍微不同 终于是把 艺者就是给小的接待客人 作为鸭川四十杂志的核心 也加上很多日本独特的饮食文化等等的 这种题目 说得非常的纤细 这也是代表日本主持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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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他们喝酒 喝酒喜欢配海藻 这个所谓的奥兹妈咪 也就是KONGO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 而且这诗里面就是杂志里面有错表现 终于早在她二十多岁 就是出版了 在这个时候 她逃到江湖去了 在那里 待了十年 在那里 才回乡了 才回京都了 这个时候 就慢慢的添加了几十首 也后来也出了六十五本 六十五首的出版 还有一百一百首的一本 两次的单行本 她除了练琴的题材之外 也补充了不少内容 涉及到了当地的各种情景 尤其是东山一带的庙宇 寺庙 比方说这首是华顶山的明察 是在新春的时候举办法人大师的 庙宇的来历实在非常复杂 综艺添加了这段冗长的注解 说明这座本来属于天台宗的这个古庙 是被法人 法人是很有名的一个僧人 就是和尚 他改建成净土宗的本身 就是郭德林 也提到了唐代唐朝法诏法师的一首诗 这其实是带有点烤旧的味道 他又在这个时候添加了另外一首 写东山僧众的习信 对不起 对,刚才说的是这个 对不起 这首是第十二首 他说僧俗都同样风流 晚间晚上出门去赴尤其密约 而在回归的路上 遇到一些 染上的旅伴很香气的同事们 宗添在这首后面也写了一段爵士注解 说东山的很多庙原来都是守本分的 但是由于成平已久的关系 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 而且 这个山脚下的奇缘 这些僧侣也跟着他们开同样的所谓的一字修摆 那就是这种声音 以至这些僧侣都破了戒 把香火念经的本业 当放屁一样的不屑过了 所以在中国 给主制词加上注解 其实是从明代开始盛行的 宗添的六十五首和一百首的两次的版本 没有注解 直到最后的一百二十首本 他才开始用 这样的短文来解释地名 还有祭祀人民等等 还有其他各种习俗 跟娱乐的行家 大约三分之二手都附上了 或长或短的注解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在1826年的时候 这个版本 他也托了一个朋友 叫做俄美山人 就是他的笔 给他写了序文 而俄美山人把 这本来历说明 就是在长期有一个朋友 把宗淫的这本诗集 送给一个 乔居当地的客商 那就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客商 是被这个客商赞远回忆 当时的长期 是有点像现在疫情之下的香港 外国人 外籍人一般都很少有机会 进入内地 所以这个华商无法到京都去了解 地理环境 也对于日本国使 希望宗淫让他了解其中的秘妙 而宗淫欣然一年 结果写了一本 比较完整的 等于是一个指南书 而他的模范 或者是南本 就是明末清出 南京秦淮河的唯一路 那就是板桥杂季 这个俄美山人 夸奖宗淫 自己不齿为当今京都的余怀 就是余旦欣 就是余旦欣 把鸭川四十杂子 当作一种娱乐区域的地方志 这也无非是 在南京秦淮河鼎盛时期的一种繁华路 给玉街之先都 这个秦淮河的各种风流雨和衣事都记下来 传给后代 跟原末明初的西湖竹子词 是异曲同工的大作 所以宗颖先生可以说是音讯或者是模仿 甚至也借用原明两代的文学座 以轻柔为题材的竹子词和杂技 那作蓝本 写了一本不朽之作 当时的文人和现在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似乎都是一致的 尤其是宗颖一百二十首的定稿 把诗语文 那就是绝句短文 配合的完美而且很详尽 据这篇续文说 他加上注解是多亏那个无名的华商的好奇心或者豪心 这个课商的要求 反映域外读者缺乏日本本土的知识 对日本的知识 但是也反映当时竹子词在中国本土上的状况 因为清代在清代的竹子词中 题材是非常的多 而且对地方独特的 独有的或者是与外地不相通的各种 土俗或者是隐形 加上清朝考证学的热潮 所以在短短的七言四句之后 补充了很多参考资料 从朱以尊在康熙年间 写的鸳鸯古兆歌 而到了前家年间 这种诗文并重的文风 越来越盛 长期的客商恐怕也是反映这样的现象 不过宗颖在他的著作中 没有提到清代的作品 可能是 可以说是跟中国本地的主制词 不谋而合 其实 主制词这个文体 早就在唐代 刘宇熙 百句 都已经在他们的 诗篇先后附上了 类似于注决的序文 说明他们是根据地方的风俗 或者歌谣来填写歌词的 日本主制词 作家几乎都提到刘宇熙的这段话 表示他们在 这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上 演习了唐代这些发端者的原意 与刘宇熙同样文理地方的话语 发出一种 厌野的音调 让 《穷乡必然》 那时候是长江一带 四川渔兰的著名 受到中途一般知识界的热识欣赏 在《河内水平》中華禹 这个根源 就是把内地或者知识界所熟悉的远方的语言 或者民情 予以介绍或者是阐述 到了明代中叶 是不仅是针对汉族的地方 慢慢地扩展到边缘地区 把少数民族 或者是被海洋所隔绝的台湾 等等岛屿的引擎 用逐字词来表现岛数 比宗颖先生稍早或稍晚的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盛 譬如乾隆初年 仰怀岩云史奴建增 被流放到外邦国 跟新疆边界的所谓的航海 这个地区 这是在黑水营之战以前 所以一般人都对新疆 还不是很熟悉 所以卢建增用逐字词来介绍 用注解来说明哈达的意义 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达 因为现在我们有图可虚 而且有王可上 咱们不需要这样的文本来介绍 要介绍这些内容 但是当时的读者 是从文本了解地方的风貌 在日本中国还有韩国等等 就是跟出版社出版行业的繁荣 这种发展相当普遍 在19世纪的台湾手术母族 跟汉族彼此的接触 日益增多 这样的浪漫的主持词 不只是介绍山区的风俗 而且他们把语言 用当地的语言 用家批或者家住来翻译 更进一步地展示了当地民族的习俗 而且似乎是意图让两种民族之间 逐步走向河湾的路上 而与此相反的例子也有 写杨金邦男女 就是杨男杨女 言必而行 现在当然我们是不会见怪 但是当时人 这个诗人看到这种怪现象 似乎无法理解 之后吃着一笔 就了事了 其实 无法沟通的情况 也是带有风趣的可能性 像这首写 南蛮绝舌的台湾人 只能 指手画脚的 内地的人 所谓的唐人通话 是很有趣的 可能会怀疑我 为什么对台湾这里有兴趣 其实我在台湾也待过 从前几十年前半 在台北 在高雄也待了一段日子 对原住民的各种习俗 有兴趣 比方说这个 我手这种听起来是非常吓人的习俗 多少有点好奇心吧 这是台湾主持词中 常常出现的题目 而且 似乎是到了清朝末年 还没有完全消失 所以在日剧时代初期 日本政府和财法团体的职员 这两个人在他们写的额歌中 提到挂在门槛上的人头 这是不惯百郎常出馆 人头下屏大工厂 要把这个割下来的手机 放在门口挂上挂下来 给大家看 表示它是个英雄吧 已经成长成人了 而我把这两首和歌跟这首汉诗放在一起 可以做个对比 因为汉诗是模拟业人的口吻 是这个小说民族的口吻 和歌是设身处地的给牺牲者 这个或者他的亲戚的给他表达的一种 很感想的 不是难过的想 难过的感情 其实祖宁的同事 同辈人 也在东山 住的赖山阳 赖山友 也留下了不少主持词 他的作品跟中国边缘地区的作品是 比较相近的 他虽然在京都东山 已经住了 那时候已经住了二十多二三十年 他的缘起是王岛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皮肉系 而有一年他回乡的时候 也到了九州 就是另外一个道去观光 虽然他那时候国家 他还没有开放 就是索国时代 没有办法到台湾去访问 但是对台湾好像非常好奇 他也是在别的主持词中描绘了九州的 三次马就是萨摩 这个地区 跟游球国王的往来 我想知道 当时的游球王国是有两种关系 一种是跟中国的新潮的 然后还有跟日本的三次马 也是等于是属于他们的管辖之下 所以他对这个地方也是很好奇 写了他们的微信 特意写了几首有关华商 就是我刚才说的华商 一方面有语言不通的障碍 一方面也有可信 就是中国人 这个华商 在海峡 两岸就是九州跟大陆之间 各自都取其那些 而这些所引起的矛盾 在汉世伟上 可能名声比 踪影更高的是这个 杨川心眼 他也到过长期 在那儿写的主制词 也是涉及到华人 寄院的语言 非常巧妙的了解 鹦鹉学人话的情景 就是虚 一种灵魂 文波可爱 而且也很逼真 跟大陆或是华人 大面会谈 所以他的主制词 写作始终是没有脱领京都东山 不过他在江湖的十年间 也跟他的朋友进行主制词的唱和 这是他 跟他怀念当时在上野 就是 不忍池 我想你们知道是 池边的宴行 同样也是 写 一人的跟文人之间的交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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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山川主持词 斗士人 没有根 啊 又来 啊 又来 吉佛奇就是吉佛奇写的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是很独特的 嫖客要得搭船过河才能进入境内去享乐 他们和尚的传织也很独特 特殊叫做朱雅舟 就是这个choking 最后一场句 朱雅 送朱雅 日文叫choking 朱雅舟 因为形状就像野猪的摇眼一样 长长细细的 乘客若是没有经验 或者是不常来嫖娼的一个货劳 他很容易就掉到水里 河哥还有一种很奉趣的叫做三流 就是船流 这种短短的十七个 跟主持词的趣味是蛮相近的 而且蛮接近的 所以亚洲亚东四十杂词写 京都东山 饮食男女的风流日式 或者僧俗的交家 人间地理的情和景 或者是像这首写 其人的一所小妙的言格 在平安时 大雨至水 后来改换成地藏菩萨 这样的诗是给东山 地理环境 让他们火生生地崭新出来 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 采用韵文 来促使一般的读者 了解地方的特色 而且体会到当地民间的干苦 踪影巨事 他也算是巨事 一生都执着于东山 而且用抒情文体 来传达给有心人 不分内外 二月国界 在他晚年的这首五言古诗中 也发现 就是 牛忠说 人种是 不是别人 而且市局是不停地在变 千万别守 55年过世的 那时候 Color Perry的黑船 就是黑色的船 就是美国的 所以他在 世界大变 就是日本被开放的 情业 等于是 前行 过世的 还可以看到 但是他感觉到 可能将来会有些 大的变化 亚洲四十杂词 问世不到十年之后 日本关系一代 遇到了天宝年金 加上当年大阪 又有大盐平巴兰 就是波西洛 波西洛黑亚其洛的动乱 凡胜的 京都突然变了 一百八十度 这个时候 宗颖又出了一本 叫做 都 反昌记 就是 迪亚古 安祥基 写的是 市民和农村来的 社会的激烈矛盾 可见 曾宇先生 是很能够随机应变的 这样一个能够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 或许是从他多年的写作履历中 泊练出来的一种感情上的智能而来的 这样的所谓的Effective Intelligents 可以说是文学 尤其是抒情文学 最适合培语的钱 也许 我这样说是缺乏证据 但是 近 这是 我最喜欢的地方 也是京都的 漂亮的 啊 啊 但是 近几十年来 社会学家的不少人 是提倡 Efford 或者是Lyrical Expression 能够提高田野工作 或者是民主制书写的课试 他们这些人对 拘泥与客观的 所谓的科学的思维 达到更深远的了解 其中有一些像 Andre Abbott 也举起了日本 古代合歌的传统 美丽 认为这方面的 基于感情上的意识形态 是研究社会或者民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事 应该向日本文学学习 而Daniel 这个下面的 上面的这个学者 嗯 他是人类学家 他也认为 不仅是写作风格 可以向诗歌文学求经 他自己斗的用诗词 这样的文体来写民族制 说是这样才能够与本地县人达成故事 这样才能够书写真实的民族制 还有一批 专家 认为 分析社会或使民族 是一定要跟地方 现象紧紧结合 而且研究某个地方 就是能够跟此地有所感触 可能跟中国人的 所谓的 接地气的想法是 比较相近的 其实这一方面 是中日的抒情文学 可能够给社会学家提供想法 而其中的主持词 乐佛 山歌等等 所谓的采风的传统 尤其适合做这方面的版本 还有 社会学家 像这 这位创办了人类学兼诗歌创作的一个学会 他们提倡用诗文写作来提高研究员的各种智能 让他们更加敏锐的 而且能够融入本地县人的境界 能够设想 能够设想 也能够考察社会现象 还有一位 提倡诗歌与实证研究 不只是应该 而且是不得不同时 如果缺乏想象力 在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和原文学科 都同样是个很大的一个缺险 这近几年来 提倡诗歌和社会学 彼此的融合 也借鉴 只有Daniel 或者Abbott这几个人 特意着重亚洲或者其他非欧美的文学传统 若是说东亚文化 我们现代社会中 起发发起作用 其实 这也是法国著名哲学家 兼汉学家 他所授耳 他所支持 而且 自己所实行的 俗连 利润是有多种方面的 多种方面的 实在是一年难尽的 对他来讲 东方 就是他叫Oléon 跟Occidon Occi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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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 关键歧视 其义 是涉及到 认识论的 基层问题 而 实际上是把 东西文化 一同 追溯于 希腊 比如 Odysseus Odysseus 中的主角人物 Odysseus 他漂泊于 地中海 可以代表 西方的一种 敢于探求玄虚 甚至 这篇史诗 也是西方思想的 一向追求 形而上的 本质的 主要根源 从古希腊 哲学 泛滥下来的 西方思维方式 是越来越注重 Odysseus之类的 英雄的自我主张 肯定自我思维 肯定自我思维 sufficiency 他甚至说 欧洲思想史 可以总结为主题 自我 主张 自我肯定 越来越显著 个人的力量 来自他能够行使起 个人的意志 来跟外界奋斗 和世界抗讨 等于是一种 根深蒂固的 甚至痴迷的向往 而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 东方 虽然不缺乏英雄豪杰的 敢于行动的例子 但是 他认为 就是质量认为 这些模范 应该是 诸葛孔明 能够 草船接见死的 顺水推中 一切都听起自然 结果 个人的潜力 几乎是无穷的 还是不如 为嚣 不像西方 英雄 总是 嚣张 甚至 跋扈 他另外 也把 西方思维的 典放 当作 古希腊的 Polis 而就是 城市内的建筑 他说 建筑的观念 与城外的天然领土 是不同层次的 甚至是 彼此不相关的 两种领域 城市是 以人为的建筑 所构成的 而且也是 依赖宪法的条例 或者法则的基础 这是人文 一切现象的模范 跟中国的 或者东方的 情景交融的 抒情文学 观念 截然不同 甚至后来 在文化复兴时代 就是 Renaissance 开始 有人提倡 景色 所谓的 Besage 或是Lensky 这审美观的标准 也还是 注重 各固定的 领主 所居民的 境内观念 不像 中国绘画论 或者是 诗论中 强调的是 山水的调和 人和物事间的构通 早就在古代 就追求一种 超越性的 固定的 与现实世界 摇摇相合的 地平线 跟中国传统的 随机因变的 情感 成分 较为浓厚的 智能 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 他甚至说 西方思维方式的 游蓝 就是希腊人 在Agora 就是这个 市中心的广场里 古的习性 就是以Agorn 这种 斗争的行为 或者心灵 放在手里 与东方强调 谦卑的 谨慎的 注重和谐的 处事态度 也是结论对方的 实际上 其实在 很多方面 魏连说的 很 可能是太笼统 不见得能够 说服我们 但是 我们也可以对他的 这些启发性的 其实蛮大胆的见解 加以思考 中亚近代 近现代文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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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写的主制词 这特殊的问题 又能够显示感情上的融通 而且同时 也可以掺入不少 实证性的资讯 这样 这或许是可以 逼谱 我们当代被 positivist cartesian 或者是 欧美 其他思维 习惯 所束缚的 社会科学的 信状 或者说 与地方 甚至与地球 脱离了 情感上的 关联 的关怀 我们可以向 宗颖先生 学习 那就是 接地气 和我们周边的人 和物 融为一体 实现 太平盛世的 影响世界的 大的 或者小 小的 玉中 谢谢大家 听我这次的 很粗糙的 演讲 我讲得非常 笼统 而且磨络 期待 诸位 执政 也很期待 刘先生 给我 执教 谢谢 非常感谢 他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 他一边讲一边 好像是 把围绕着中导中尾 把他周围的人的历史 包括一部 风俗人情的 整个的画卷 都给我们展开来了 有浓厚的艺术气息 所以我想 喜欢中导中尾的人 一定是 生性 潇洒 喜欢 艺术的 前面 艺术气息的人 这样的性 我说的对 另外 刚才 他说到 我为什么 对台湾 这么感兴趣 我八卦一下 其实他的太太 是台湾人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 因为到这里 下一期 我们要进行 第二个阶段 同学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在我们的 券卡留言板上 一会儿 我们会挑一些问题 来跟 斯静文教授交流 下面我们要请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京都日文研的 刘建飞教授 对斯静文教授的 演讲 做一个 评议和交流 我先简单的 介绍一下 刘建飞教授 刘建飞教授 主要是从事 近代中日文化 交流史的研究 刘建飞教授 也1990年 在日本神户大学 获得国师学位 历任南开大学的 日语系 北京大学 比较文学 比较文化 研究所等值 刘建飞教授 请刘建飞教授 谢谢黄老师的介绍 能听到吗 好 稍等一下 黄老师 好好好 可以吧 谢谢黄老师的介绍 今天也特别感谢 这个敏南大学 对我的这个邀请 能参与这个史蒂文先生的 这个讲演 我非常荣幸 今天呢 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挖掘了一个 历史上非常重要的 一个诗人吧 这个不光在中国 在日本对这个中岛中旅 也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今天听了史蒂文先生 这个讲演之后呢 我也特别感慨 那个可见我们过去 对这个文化的理解 还是非常浮潜的 今天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能够把另一个层面的 这个怎么说呢 文人的交流也好 他们的共同的这个关系也好 都重新给我们展示出来了 那我下面呢 就今天史蒂文先生讲的内容呢 我做了一个小的这个 跑步音头 我那个就能不能让我共享一下 我的画面 好了 OK 想这样做 我可以试一下 现在可以用 好 可以了 首先我要说史蒂文先生这个讲演 他的题目其实是非常有寓意的 就是说风流河赶出东山 就是说风流很怎么说呢 不敢出东山 那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敢出东山 那这里就是我要讲到 京都内部的一个雅瑜俗的文化结构 准确的说就是说在十丁时代 一会儿我要详细说一下 这个有北山文化 初期有北山文化 到了中期有东山文化 而这个东山文化呢 也不能说完全熟 它是雅鼠都有的 但是呢 它熟的成分很大 所以说呢 这个风流呢 只能在东山这个区域 而其他区域呢 就是有官的成分 有雅的更多的成分在里边 所以说呢 我今天呢 先要讲一讲京都的雅和熟的空间这个结构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日本文人的这个内在 这个不一定专子日本文人 中国文人也一样 就是他本身内部的这个雅瑜俗 还有每个文人内部的这个雅瑜俗的这个结构 比如说他们在做比较正统的汉诗文 和他们做这个狂诗啊 日本叫狂诗 朱之池的时候的这个内在这个结构 还有一个就是东亚文化圈内部 这个雅瑜俗的 雅有共鸣 俗也有其共鸣 那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去找到今天这个中导 中旅的这个作为一个诗人的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我们去如何去定位 这个以俗为中心的这个中导 中演的这个 他的一个作为诗人的一个文人的地位 还有呢 最后我要稍微说一下 刚才斯蒂威先生也自己已经总结了 他的研究的这种独创性 我要那个稍微介绍一下 首先呢 我就要说那个什么是东山 因为我过去呢 是在博士的时候 我做的是永景和风 Nagai Kafu这么一个 日本近代的一个文人 他呢 几乎是一个可以说是 雅熟并肩的这么一个文人 他特别是后期晚年中 这个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大政时期吧 明治末期 他是在明治末期早期出生 后来一直生活到这个昭和时代 也就是战后 那他早期呢是非常 这个可以说是繁体制的 不用现在话说 就是对明治政府有了很多批判 但当这个因为其他的思想家 比如说这个姓德秋水 这样的这个思想家 或者是运动家被镇压之后 他就开始用现在话就引顿了 就是说放弃这个对政府的批判 然后就进入一个江户的这种 俗文化的这么一个圈子里 后来他的生活本身 也就是在这个刚才这个 史丁远先生也提到了 在什么这个姚西湾 这种基园呢 还有这个叫史密大哥吧 玉田川的这些 比较这个就是说 真是风流地带吧 过了他的后半生 那就让我想起今天这个中岛中演 就是跟他在某种程度上 或者是在这个思想 内在这种结构上都非常相近 所以我听了之后 也特别感兴趣 还有就是中岛呢 那个因为他自取啊 是当代日本的唐伯虎 就可见他给自己的定位 也是在这个整个这个中日文人的 这个隐世和风流材质 这么中间的这么一个定位 其实呢 按理说他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为什么我说今天史密先生 这个讲演很重要呢 就是说他当时跟 所谓的赖山阳 也是在这个东山居住的 这么一个赖山阳 一个很大的一个 日本代表性的儒学家诗人吧 是住的邻居 他们的这个诗文的这个名声 在当时是齐名的 有人说呢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要是说讲诗 要属赖山阳 讲什么书法 是谁谁谁 讲这个绘画 是谁是谁 然后呢 讲到这个中岛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提一句 就是说中岛是 就是叫 就是非常怎么说呢 就是风流吧 非常这个 有情趣的这么一个诗人 所以说他在当时的名称是很大的 那他生活这个区域就是我 刚才说的这个东山这个区域 我是一个航空地图 什么是东山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东山 还有就叫崖东 这几个地名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京都这个这个空摄图 这就是这个这个崖川 这一带就都叫崖东 现在呢 大家可能有到京都来过的人就知道了 这就是 所谓的现在京都大学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到下边呢 就是接近祁园 刚才史蒂文先生说这个祁园 就是风俗街的这么一个区域了 中间呢 现在已经中间有一带 有一个地带 就是叫 叫港旗这个地方呢 都变成什么美术馆了 这么一些东西 就是有大学的区域 原来有文化的区域 而下边再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风俗 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风流地带了吧 那个这有一个我们所藏的一个京都的叫苗汉图 当时明治之后有很多这个画地图的人 就把京都都画得非常仔细 那中间这条川呢 就是叫崖川 叫Kamogawa 那它的右边呢 就是东山 那东山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有两个大的山头 一个就是中间这个呢 叫比瑞山 那下边这个小的 有点蓝色的呢 靠近这个右手的呢 这个就是东山 还有叫圆山 这么几个山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也可以说在山水之间 加了这么一个 加了这么亚东这么一个地区 那个我把它扩大一下 就可能看得更清楚 那中间呢 就有一些桥 有四条桥啊 三条桥啊 还有七条桥啊 五条桥啊 就是用这个河水 当时呢 这个所谓的丰熟街呢 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一带 它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呢 可以说是 现在在京都是最繁华的地方吧 那个 这儿呢 就是所谓的那个 那个文化区域 这儿就是那个 京都大学了 所以说 它在这个稍微靠南 也就是靠下这一点 这么一个区域 就是今天中岛 中岩 比较活跃的 或者是经常可以这个 在这儿演示 作画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它呢 那个主要在四条 和下面这个 所谓的三条和四条之间 也就是这个区域在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更详细的另外一张地图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这上面这百万遍 这有个叫百万遍 这就是京都大学了 这是京都大学 那样话 再往下走呢 就是有这个平安神宫 然后下面呢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这个现在这美术馆 就可以看到一个美术馆 这就是说的港旗地区 那下面就是这一带 东山三条 圆山公园 还有旗园 如何如何 就是都是刚才 斯德元先生 给大家看那些图片的 这么一个地带 主要就是这么一个地区 因为现在的地图 还没有这个标的这么轻 这是日本在战前 这个可以说京都 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当然跟江户是没法比的 但是即使在战前 甚至到今天 这也是年轻人 比较集中的地方 刚才提到了 所谓的这个仙斗钉 就是后来这个 旗园的这个风书间 就跨河了 就不光是牙东了 已经被变到这个牙西 也开始有 他们的一个区域 所以说呢 他一点点这个区域 是在扩大 甚至有一段 还是更繁荣 这是他下面 再往下走的 就是说那个 什么大家知道 可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景点 什么山间堂 还有什么京都博物馆 都在这一带 那我现在就是稍微说一下 这个京都的 雅鱼塑的这个空间构成 所谓的北山文化呢 就是说要在 我刚才说地图要往上走 在靠北京都的正北 那这个呢 是由十丁时代 也就是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 这么一个时代 其中的第三代将军 叫竹利易满 他所主导的这么一个文化 他因为是个武士 是将军 那他吸收了当时 那些贵族们的文化 产生了发展出来 他以这个就是一些僧侣 这个汉诗人为其主流 并且注重就是中国的禅宗啊 这些也重视这个 同时也特别是注重这个 所谓的公家 就是贵族文化 比较这个奢华 绚丽 这么一个特征 代表呢 就是大家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一个常识 比如说上面这个金格式 你看到金碧辉煌 它是以这种形式来代表 所谓的北山文化 那到了十丁时代中期 也就是十五世纪后期到十六世纪出吧 那样的话呢 就是由第八代将军 叫逐利益政 他来主导这个文化 那这个文化就是把过去的 所谓的武士文化 武家文化 贵族文化 还有禅宗进来 把它融合之后 开始向这个 所谓的庶民阶层去转向 就是渗透 那流行什么呢 流行比如说能了 防延了 还有就是这段 到了这时期 就更注重禅宗的这种文化意识 就产生了日语叫 瓦比萨比 恰 记 这个就是 贤记 幽静 田静 这么一些 美学的内容 那它的代表呢 就是所谓的 下面这个叫 人格式 圆格式 就是你看上去 就是没有这种金碧辉煌 并且就是有一些 禅的意味在里边 那它的代表呢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没有图片 这个很可惜 就是叫刘安寺 就是做这个叫 枯山水 就用石头来摆出一个风景 庭园 里边有山 有水 完全用石头表现 用这个这个沙子上面画的波浪 来表现这个水 然后用石头表现山 这个时候它的禅意就更加重了 而东山文化最重要的 就是产生了这个茶道 还有这个花道 香道 那这个基础上才有 刚才斯特文先生介绍的 这个就是说 风俗的这个世俗化 文化的世俗化 加上这个所谓的风俗方面的 这种比较星体 或者繁盛吧 那下面我再说一下 就是京都 或者是江湖文人 当然也拜过在内 他这个雅与俗的这个关系 今天这个反复提到 赖山阳 可以说他也住这个朱之池 但是呢 就是他更多的还是 就是做一个辱学的大家吧 还是这个在 可以说是君临所有的这个辱者之上的 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那他呢 进行修炼 因为他生长在长岛 虽然生在大阪 但实际他跟他父亲是在广岛那边生活 后来他就定居到了京都 那开了一个就是建了一个水西庄 就是说一个一个一个比较大的庭园 然后设立了一个叫孝舍 后来叫真舍这么一个就是说一个沙龙式的 而这个沙龙呢就是文人 默克包括这些儒者都要到他这来 跟他一起讨论这个天下大事 同时也去欣赏风流吧 在京都大阪地带 就是所谓的他们叫禁忌地带的人都慕名而来 成员很多 比如说我列举了一些 就是说像什么画家 这牧春呢 乳学者 就是所谓的乳学的这个比较大的重要人物吧 叫小齐了 还有何兰作为一个 还有就是比较就是写很多汉诗的这个五元 登登安 还有生旅也来 还有文人画家 包括刚才斯蒂恩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给他一起做画的那个中林竹栋 还有一些陶宫做陶因为京都学中国有叫经骚就是叫kyo yaki 有很多陶宫也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叫青木这是非常有名的牧民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有名的书法家叫冠名松公 他是在书法界可以是最权威的 还有呢日本的最代表的文人画家也就是男画家就是田农春竹田 而这些人呢就是都是赖山羊的这个可以说是崇拜者或者是他的这个一些友人吧 那还有刚才那个给那个这个中导做序的这个刘诗秋 刘诗秋不是中国人也是一个那个那个怎么说呢 那个日本人他当时也在京都开始书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文人的圈子是非常大的 并且呢构成了一个就是network 那样的话呢那个中导其实也在其中 但是他又跟他们呢有怎么说呢画了一些界限 就是他更多的是在熟的方面去可以说是下功夫了 那刚才反复斯蒂恩先生提到这个小男历灾 还有这个叫峨眉山人 那可以看到他接触的这些江湖来的诗人也有这么两面 就这个梁传新人呢还有个菊池五 更注重正统有的呢就是说 稍微偏这个大众一些或者是偏世俗一些 就是在每个人 跟京都的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两个雅和雅和熟的空间构成 我觉得是有关的他们深处于这个就是两个这个交界地 有的时候呢跟上层人交往呢就用雅 那跟那个去游玩到这个奇缘去玩的时候 跟一些就是他就所谓的私下的这些东西呢 他又是熟的那这个两重结构 当然中国文人也有了 稍微日本这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是更重一些 就是说他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区分还是相对多一些 这是我是这么看京都的这种文人空间的 这个特别是画家 非常明显 他有很多人画的正统的这种山水画 但他不时的就是跑到这个奇缘这边来给画一些美容画呀 甚至画一些春画之类的 所以说呢就可见他们是游走这两者之间 同时呢又是这个在他们内部 可以说是双方向的这么去构成他们的这个文学世界 刚才那个子丁先生提到一个字就是孔子 大家知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在孔子 就是那个一边读这个四书五经 一边还要跑到奇缘去 然后这孔子都在其内 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 什么叫孔子呢 孔子跟日本的这个窗户是一个发音 窗户发音叫格子 就是格子的方格子的格子 那格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格子呢外边就是说所谓的奇缘的世界 那进去之后就是所谓的这个风俗 这个风流的天地了 所以说呢 所以是不管你读圣书 还是你如何如何 最后呢 孔子和这个格子是都在这里边的 就是都相通的或者相共 这才是中导所追求的一个 或者是他们这些雅鼠共通的这么一个世界 这是我是这么理解的 还有刚才史丁先生提到这个就是跟这个 这些义记们游玩 用这个海带来打结 然后表示男女之间之情 就是要同结这个共性缘 还是怎么着吧 就是把两个结在一起 变成一个纽带 这个所谓的这个 海带的这个接法呢 就是这样的 日本料理经常要出现 就可见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中导他是用这种小的道具 来反映他跟这个所谓的异迹 或者这种风流一种连接 然后用这个来去做一个小的情绪 去怎么说呢 去表现他这个诗的这个有趣性 和他这个世俗性 那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其实 齐德文先生这个讲演中提到了大量的 这个就是跟中国文人的这个关系 这个就要强调就是东亚文化权 我也觉得就是他是一个 可以说是把这个京都的这个文化空间 扩大去看的话 就是有对亚的一个共鸣 同时也有对俗文学的一个共鸣 这个也是在也是这个 竹子池在日本非常发达 虽然现在都给否定了 在日本的正统汉诗和这个诗歌史里都不提了 但实际上这个是用 齐德文先生说的话 就是最接地气的 你可以看到他里提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名字 就是可见他对古今的这种文人 他都有一种对俗的这种共鸣 包括这个对地点 包括有歌唱很多西湖的东西被引用 还有秦怀河的东西被引用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西湖不完全是那个非风景秀美 然后那个风华雪月的那个西湖 它这里边包含着就跟秦怀河相通的 比如说要宰着这个小妾啦 或者宰着妓女啦 去游玩的这个俗的部分 那他对这个东西的赞美 这个是在日本这个所有的文人中 很多文人都有这个共同性的 包括近代的比如说叫古七润一郎 他就专门去到这个秦怀河去探访 还专要坐那个驻驾船 所以说呢 当时那个中国不是那么小了 当然中国是画法 他专去寻找画法 然后呢宰上几个女性 女孩子然后去游玩这个秦怀河 就是可见过去来不了中国的人 他们是在这个诗歌中去 去对这个俗的这种向往 那到了近代可以旅游了 他们就可以到了中国去真实地的 去考察去欣赏 那这里比如说提到了谢安 这个这个谢东山是吧 风流宰相 唐代的王志焕 还有刚才演用的明代的张首忠 还有于怀专门写这种这个秦怀的 这些东西的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在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朱之池也好 还有这个就是熟的文学中 是意以贯之的 一直下来 那到了后来这个 史德文先生演用的这个 清代的这个黄谢青啊 这是描写上海朱介的 也可以看到是怎么这些人 这个这个宰的这个 这个用马车呀 或者用什么办法去把这些妓女 这个拉出来 或者是领到什么地方去 对上海朱介这种描写 这都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就是后来他提到 对台湾的 比如这些官员们 这里这个林素梅啊 卢建征啊 我都不太熟悉 我稍微查了一下 我就看到他们都是 就是当时清朝派到这个台湾的官员 那他们呢可以用这些朱之池来描写当地的风俗 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表象表现想象 我觉得可能都是就是一个这个文人中内在的这种对俗的这种关心还有共鸣 同时他又又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一个官员 就是可见这个这个又是在这个亚和熟之间有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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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走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还有呢我要强调一个就是说中日之间特别东亚文化圈内的这个情报 这种关于熟的或者亚的这个文化情报的这种这个传递的这种文化之路 我也给大家一个照片 就是说在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有一个这个就是说贸易的航线 那日本就是长期 我一下要介绍到 那中国呢就是炸铺港 因为后来当时清朝就是为了限制这个贸易额 就只能这个允许日本的中国的商船到这个炸铺场 炸铺来停泊 那他后边的炸铺正好是这个杭州湾的中间地带 他后边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向上有上海有苏州 对吧再往前就有南京 当时这个从炸铺港来的都叫南京船 所以说再往下走就是杭州 他是处于这个上海 苏州 杭州 甚至下边的绍兴宁波 这么一个大的文化圈的中心 就是所有的这些江南的文人都通过这个地方来到长期 然后那个苏不济 包括这些朱子石也好 汉斯吉也好 都是通过炸铺港到长期传递过来的 炸铺港本身不大 但他做一个中转弹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它起的这个文化传递的作用 这是1860年因为英法联军就是到那个中国去去 第二次压编战争的时候 他们留下的一些铜板画 还有当时的炸铺的城 开始不大 但是都是一些就是过路的这种文人默客 还有商人 当时还是相对繁荣 还有城墙 还是满繁荣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到了这个他的对岸 就是贸易的这个对象呢 就是这个叫长期 长期呢 这里大家刚才提到 石正恩先生提到 这个荷兰人 那荷兰人就住在这个初岛 这个初岛呢 一共他是有限制的 9到13人的定员 然后有一些医生 然后他们可以到江户去 那边上呢 就是有一个叫唐人丁 当时叫唐人乌服 就是现在可以看到 就这一块都是唐人住在 那唐人能住多少人 最多能容纳3000人 就可见贸易商也好 文人默客也好 就是可以跟现在的自由行也差不多了 都搭船过来 去找这个所谓的风流润士吧 到日本来找故事 就是今天那个中导第一句诗里就有 要找故事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唐人丁里边呢 住了很多很多中国人 有些是这个怎么说呢 比较重要的纯商人 有很多就是搭船过来 一些文人来游玩的一些 在这请这些义记们来吃喝 来玩 来一起这个游戏 比如下边他们一起跳这个舞 这个其中大家可能有个歌叫 茉莉花 当时已经是长期非常流行 就是那个茉莉花茉莉花的那个 大家都唱那首 他们一边唱着茉莉花一边跳舞 还有个叫九连环 这两个歌特别有名 那可以看到当时这些这个文人们到这来 一个是招季 一个就是什么在这里是斗鸡的 做什么的 就是做这些中国式的这种游戏 这个都跟日本的文人有相通的地方 还有这有一笔照片就是说 在教向这个日本的妓女来学 艺记来学静流离 日本的这个歌剧的歌词 然后跟他们一起游玩 这些这都留很多记录在里面 甚至还教他们识字写汉诗 给他们这个写这个怎么说呢 诸诗诗诗的东西来表扬他们 这都是很有趣的事情 交流吧 那到长期来的 我只把画家拿出来 文人他们都是文人兼画家 我刚才看到什么 我刚才说了这个普尚春秦 还是冠名松翁 这些人甚至一些 都是一些有名的诗人兼画家 还有一些是儒学家 他们到这来就跟中国人交流 写了这些 就是说也是逐之词式的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 比较接地气的这些诗歌 来跟他们交流 这留下里很多记录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研究的课题之一 在什么地方交流呢 这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就是他们叫Yukaku 也就是风流的场所 我们叫红灯区 就叫长期玩山花月楼 这里边很大规模 你可以看到这多大的规模 这样的话里边有专门接待 中国文人默客的地方 现在也这个 现在是一个料理的饭店了 就是说也留着 是叫刘蒂 那里边就是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一边跟文人默客交流 一边唱歌 一边还更重要在这举办诗歌 还有这个特别是绘画的这个展览会 把日本的中国的这些文人的文人画 都集中在一起来 一起开展览 这个可能是东亚可能是最早的绘画展览会 中日国际性甚至把琉球的朝鲜人的 这些人的这个绘画都拿来展览 有的人都不知道 就把作品送过来这种感觉 这就有留了一个唐人间 就是你看他不用坐下来 刚才说齐德文先生说外国人坐着困难 给他们留了凳子 这是专门做唐人 接待唐人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可见当时这个这个 中日之间对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对象的这个交流是很频繁的 并且他们能接触大量的 中国的这个关于俗文化 特别是通过这个异记啊 这些这个这个他们叫游礼 这些地点的这么一些交流吧 最重要这个诗文实在不好 也就是赖山阳 他虽然是作为一个日本的 最大的一个诗人汉语学家 但是他也待有长期 并且那个做了42首汉诗 想找中国人去交往 结果这个中国人呢这个当时不在 他相往那个文人不在 他就跟这个人的这个日本小妾交流 然后这个预约如何如何见面 一句话吧就是说可见他们都是这个通过长期这个地点 来跟中国去这个搞这些文化上的这个沟通的 那最后呢我就要讲讲这个中岛中岛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 这个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而在这战后特别是这种 所以说西方文化这种合理性啊 刚才斯特文先生说了 就是对这个雅的东西更重视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熟的东西呢就给隐蔽下去了 那今天呢 斯特文先生呢就把这个位置重新找出来 特别是他后半部对这个理论上的这个解释 就是说对这个诗歌为什么重要的这个解释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呢有一个升华 这种对青楼的这种表现呢 其实他是可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 就是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这种大众文化 这是我们也在推动的 就是他介绍这个社会学新方法的时候呢 提到了比如说对感情感史 对生活史对地方史 对历史学关心而得出来这么一个 怎么说呢一个角度吧 所以说呢就是不是叙述大的英雄史 而这英雄史内部的这个所谓的熟的部分 或者是在跟英雄对比的这个亚的文化对比 熟的文化的这个层面上 我们如何去挖掘可能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深挖的这么一个特点 更何况他最后提到就是东西的这个关系 就是东方和西方的这个就是说 特别东方文化的这种特点 对这种就是阶级系的这个文化的这种东西 可能需要去更去重视吧 还有就是甚至可以上手到采封啊 刚才他也提到了 这些都给我们很大的参考 日文研呢我在这个单位 现在就是一直在推进大众文化 也不是特别重视 但是我看听了他的讲演跟他接触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在东亚的文化交流 甚至是在新发法新方文化上的这种启示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将来甚至提到东西的这种对比 和真的是对西方这种所谓的这个贵族文化 或者高尚文化的这种相对话 可能都会起到作用 那这个呢就是说他也说了 要在这个东亚文化史中重新硕定这么一个 这个中岛的地位 其实不光是中岛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是对这个特别日本重视俗文化 这个俗文化的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定位 那时间不多了我就说这么多 最后我送给这个史迪云先生呢 这个一句话 他今天这个讲演用这个中岛和中演的话说 就是大道观期间一下非分区 这是这就是大道 真正的大道呢 是不分中日东西 而最终要落实到这种人的 最接地气的这种情感史 生活史中 重新去刮掘出一个新的 我们研究的角度 这是我今天得到最大的一个心得 那今天 史迪云先生讲了很多大道 这个大道就在期间 我们如何去把这个东西这个界线 也就是用他说是跨境的 或者是打破国学文 打破国别文学界线的 这么一个境界 在东亚整体 甚至在东西 双方能够 去寻找一个大道 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文化的本社 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起 我最后就是可能说的不太在行 这也只能说是我的一个感想 我就说这些了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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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彩的点评 我想是不是 斯丁文教授要不要简单的回应一下 就是表示感 非常深深的感谢 感激有钱人给我 好多好多 尤其是对于这个 把整个这个框架 俗跟牙的区别的融通的 这个在精度上 意识上等等的非常重要 我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再重新看主持词和周导先生的文学 真感谢 所以我对这个题目也是非常感兴趣 而且这也是可能就是一个当时 周知词直接从诈徒那代传达到日本的一个处境吧 我刚才提醒一下 就是我后来讲到那个刘雨昕 就给讲到的那个周知词 我看周旁的那个著名是刘雨昕就出生在家庭 你用刘雨昕就出生在家庭 这有意思 这个朱宜尊就是他那个教练的 要不要说算帐 我说一下 我觉得 领安大学这个办学的宗旨是博养 博养教育 今天史蒂文先生 就是他的这个打坐里面的那个知识典信系列 如此的密集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钦佩的 就是这个真的是体验了博养的极致 光中国的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知识背景 他们刚才提到的像 这个做识识的顺养 那个姚铁牙也是我们的 我们浙江人 那个杨维珍他的这个拳击 还有就是像那个朱宜尊 就是这个喜欢修的那个地方的人 那么 甚至像那个问子的蓝蓝绝石等等等等 这些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学生 假如没有具备一定的这个国学基础 那个听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史蒂文先生我觉得他这个那么多的这个语学的修养 还加上这个对这个东亚的这个中国、日本、韩国 那么广博、渊博的支持 这些呢 在今天我们听了以后 那都是觉得要自学 真的是要博蓝群书 要每天都要接累 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 非常扎实的这个论文 那么这个方法论上面对我们的起码 刚才刘建辉教授已经讲了 我也深有同感 对我们以后自学写论文 我觉得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就是重视这一些 这个不太被人注意 这些材料 这个历史上的人物 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大切 那我们多讲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汪老师 因为时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 这个我看怎么 我们要不问一个问题 有问题吗 那好吧 因为那个时间到了今天 这个这个 这个斯蒂文教的 其实他讲了一个半小时 主要一个半小时 这个刘老师也是讲了半个小时多一点 大家都很辛苦 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吧 这个我想这个最后 我容我稍微说两句 这个我们环球 敏南大学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的一个宗旨 那我们这个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 是本着我们院长蔡宗祺教授 融会汉学与国学的理念 致力联系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和机构 深化国际交流 开阔中国文化的研究 那么我希望大家今天会也继续支持我们 这个中国诗学论坛的系列讲授 谢谢大家 因为大家都辛苦了 当然谢谢斯蒂文教授 刘建辉教授 请线上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要离开 对 然后请明了线上的观众先留下来 对 我们合照一下 我们重新的视角拍 线上的朋友也尽量稍微留一留 大家可以把摄像头打开 线上朋友尽量请大家打开自己的视频好不好 方便我们这个合照留念 谢谢 谢谢 方便们有请 有请 蔡老师 蔡老师你们需要先坐着 坐着 哦 站坐着 坐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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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 啊 坐着 坐在 没准备 坐中间 同学 同学们进来往 打开摄像 请参加授长 这个比我 不要 没有什么 你们说 在上面说了很多作用 我觉得 不是 你问教授 比我 他毕业那一年我落下了 在第二天 我是 我是 这个 八七年 也是八九一年 这个线上头 这个线上头 来 看这边 来准备 三 二 一 来个脱口罩行不行 可以 可以 把口罩脱掉 来准备 三 二 一 好 好 谢谢 谢谢 那个照网上的 那个 刘教授 对 他们那个 那 那请 那就请 先生的教授到台前来 我们跟那个 好吧 那个我们后面的教授 可以 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看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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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我们后面没有 后面没有离开的 本面 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离开了 他股罩这样 对 大家可以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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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三 二 一 大家记得把那个 下面转给那个 刘教授 好 来 来 三 二 好 谢谢 谢谢刘教授 谢谢刘教授 谢谢 谢谢 好 那会议就完马结束了 谢谢线上观众们的参与 大家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好 可以 您说了 说好 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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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